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少用这个了 这个漆呢 碰到人的皮肤会让皮肤过敏 起疹 还有会肿大 这个树呢 它的树本质跟春芽树没有多大区别 这个漆树和春芽树的区别就是在于叶子 它的春芽树的叶子比较尖 这个呢 还是这个没有春芽树的叶子尖 漆啊 它一般是割第一次的 不会要的 它要割七次 第一次的是水分 第二次的才开始是漆 漆最好的就是三四五六 这几道漆是最好的 我们的漆啊 主要是用来漆凳子 像什么桌子 椅子啊什么的 还有这边最主要的是 土漆是用来漆棺材的 漆棺材啊 嗯 对 漆棺材的 它那个漆的作用是它可以防腐 可以防止那些桌子 椅子 裂缝 防虫 这一块的 而且刷上去之后会好看一点 嗯 对 很光滑 很好看 来四川这边又长见识了 今天认识了一个叫树漆的 它是用来刷桌子 凳子 椅子的 然后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新的作品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幻子TV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